就是當它載入的時候 我就去秀 秀在哪裡呢 秀在這個碼 Label 上面 Label 1 電 TEST 如果說我要接收到這個訊息的話 就會用什麼呢 Request Request U-U-E-S-T Request這個 然後它的名稱叫什麼呢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就是用Request有一個物件 叫做Request Request就是要接收 所以你會發現呢 這個 Web上面最少會有三個物件很重要 Session第一個 Response Request 另外當然還有一個叫Server Server在這裡 我們用的比較少 我們常用的叫做什麼 Server.map MacPath Server.mapPath意思就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網站現在的那個路徑在哪裡 實體的路徑 實體的路徑在哪裡 那還有一個Application 有沒有 大概是五大物件 這以前都在講這些 不過Application後來用的比較少一點 大部分就是Session Response 還有Request 還有Server 就這幾個 好 那以後的話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這地方 假設我這地方直接進來 試試看好了 有沒有 非法登錄 它直接就彈回去了 太快了 對不對 我們就直接 這地方 就在這裡設一個中段點 然後呢 再讓它Run一次給各位看好了 直接跳到這裡有沒有 它就進到程式裡面來了 然後在這裡 那Session現在是什麼呢 當你如果想要知道Session ID裡面是什麼的話 你就可以Copy有沒有 直接在這邊 print指令 接上去 接上去之後 就在前面 我在前面再一個 print enter 好 Nothing 那Nothing有的時候呢 我們用 或者你這邊也可以把它改 那是你可以的 或者空置算他也接受 好 那 這個地方我就進到這裡面來 好 F11 Else 因為它裡面是 等於是空的 然後就 非法登錄 非法登錄 它就respond.right 順便把它的網址 用那個 credit tree有沒有 就是傳 那個URL參數的方式 傳過去給它 傳過去給它之後的話呢 那我要接收就用什麼呢 用request的方式 所以它轉過去之後呢 就會到這個網頁 然後並且秀出來 而且特別注意就是 我剛剛講的是URL的參數 所以你會發現 ERR等於非法登錄 其實就是把這個傳過來 傳給它而已 就是這樣而已 這裡的話我想你們試試看好了 重點就是說 第一個 你要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在Default 3的地方 的什麼呢 catch node事件裡面 除了說寫那個NOW的這個部分之外 我們還做個判斷 判斷什麼呢 判斷它的section ID是不是 等於這樣子 或者你把它改Nuthing好了 這空字傳 或者把它改Nuthing也可以 兩個都可以 Then 如果說它不是空的 表示說它是有空行證喔 可以進來 Else 把它Response出去 彈回去 不可以進來 請正確登錄再說 好 這裡的話我想你們試試看 把畫面還給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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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